那我們來看一下艾亞 那就只剩那個 玉佩老師 玉佩老師了 好 那個艾亞請把你的姓名盤拿出來 好 我知道呢 艾亞她的名字是改過的 就是呢 以艾亞這個名字來看呢 她是一個忘事業 但是在感情上面呢 挫折會比較多一點的一個命格 艾亞她的運勢呢 其實是循序漸進行的 也就是說她102年的事業運 比101年好 103年比102年好 那麼104年呢 就是今年呢 又會比103年來得旺 去年好 那可以說你的高峰期是在103跟在104 但是到了105年呢 你多多少少會受到一些挫折 但是因為你的名字呢 本身就是旺事業的 即便是那個挫折 你也會把它當作挑戰來過 所以那個挫折 我覺得對你來講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演藝界來說 我要建議艾亞就是 你一直要保持這個 日日心 落日心 狗日心 不斷地衝刺 是因為江山帶有人才出 競爭力會非常的強 當你碰到挫折的時候 因為你的名字的根基很好 那你也不要有所好像說灰心 那你就繼續往上衝 那過了這105年 106年 其實你又有一個高峰期 所以我從她的名字來看 我覺得她是循序漸進 是OK的 就是103年她比102年要好 104一定超過103 OK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不錯不錯 不過這個因為這個 大家知道張艾亞最近似乎有一些新戀情 還有我們的這個 王希老師 她的新戀情你看好嗎 艾亞我這邊有個小法寶 可能要請你過來一下 然後帶一個比較特別的戒指 然後戴在手上 戴在手上 對對對 來看會變什麼顏色 她在變色耶 她一開始的時候是紫色 紫色是因為我們談到戀情嘛 有一個romantic的感覺 但是慢慢的她變成有一點橘色 她剛剛從這樣變化的時候 從紫色變橘色 橘色其實有一點點不安 可能你們可能要挖她的一些 隱私 但是從現在這邊看起來 我們現在要挖戀情 你怎麼講暗情 看起來 暗情 OK 現在變成綠色 綠色其實代表是active 就是比較活力 比較有行動力 所以她明年的戀情會怎樣 其實她底下還是有一點點 我們說會比較深層暗色的地方 就是夜景會不了了之是不是 不是不是 她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點的 緊張和擔心啦 艾亞本身77年次的 5年生的 那馬年年底 到了楊年 楊年的愛情是綻放花朵的 我們稱為富貴桃花 財富桃花 那我不知道對方有沒有錢 我不知道 對你會很好 是確定的 那如果你想把她抓住 不放的話 在猴年的時候 帶她去夏威夷 香港或美國 就得度蜜月 在訂婚結婚了 夏威夷 香港跟美國 哇 2015年耶 妳要懂的方法喔 妳要懂的方法 OK 2016 就今年 今年 再下一年 猴年 今年相愛 陽年相愛 沒有啊 陽猴 2011年 你2016 2016 對 這樣子 我覺得會得到你自己所愛 也能夠循想 你會被夏威夷 你會被夏威夷 你都會來得及做禮服嗎 對 我們要爬一下 好玩耶 老師 放心我們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因為農曆二月生的 在猴年的愛情是在異地 像美人姐也是農曆一月生的 所以你的 陽年的愛情是在異地 所以很多土豪在內地跟你遭守 唉唷 唉唷 求求你喔 妳就到我們家上來 租一間房子好了 求求你 真的太好了 OK 好啦 張艾亞恭喜妳 謝謝 加油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幾個部分來看 等一下 要問一下 小甜甜 妳前陣子那個 放閃的桃花到底是真還假的 那個真的好朋友 張艾亞可以幫她坐這 我知道 他們真的只是好朋友 對 對 因為 那道哥也認識他 對 真的是好朋友 可是 可是真的的那個 那個是我有拜託艾亞 她那個是許孟哲的學弟 蛤 蛤 他就有真正心意的一個 所以新聞寫那個 所以妳就是要公布新戀情報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在 因為他還沒處理啊 在這裡段 小甜甜在猴年的時候 2016的時候有沒有 桃花朵朵開 就是今天講明年 桃花朵朵開 現在是她在追求 那一年是別人在追求她了 哇 加油 那她最大的弱點是因為 因為她七十三年次的 所有七三五三六三八三 去印證一下 富無靠 富不在 紫 紫 紫難求 那不是很慘的嗎 就是男人緣 不是全重啦 就重一樣啦 喔喔喔 三三四三 五三六三 七三八三 只要這種年次生的 藝人也是一樣 比較容易就是 富 她已經富無緣 夠辛苦的 應該給她一個好老公我覺得 嗯 OK 好 謝謝 了解 這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整體的運勢好不好 我們先請王岐老師 用星座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2015年的 整體運勢 行情看長的前三名好了 OK好 第三名 水瓶 這有點難思 OK水瓶座 太陽跟上升 太陽和上升 對 水瓶座呢 有沒有 沒中 水瓶座其實今年的 合作關係很多 好 然後 然後 貴人也很多 而且新的 應該說新的事業體 一些新的計劃 也比較創新的計劃 會很多 好 但是 就是人員非常非常的旺 我們以整體來講 那相對的 他的感情事業和財運 那相對會增加不少 OK 這個有點準 因為那個阿堅就是水瓶座 然後他就在這個上半年的時候 發那個CUG那一張唱片 我們來看一下 行情看長的第二名 色手座 色手座 因為今年沐昕還是在 上半年還是在 獅子座 所以其實色手座 其實在整年的平均 整體運勢來講 是一個還不錯的運勢 然後 他其實今年有一個 就是說捨我其誰的態度 就是 這所有東西都要幫他安排好 這局就是我的 所以其實色手座 在今年的運勢 整體來平均上來 是很不錯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名 第一名 我覺得是 剛剛講去年都不好的 但是今年要翻 獅子 恭喜 恭喜 我去年 2014年 桌子被算的時候 也是說今年 去年最忘的是獅子座 對 結果也沒有忘到 今年又是獅子座 我 我要丟了什麼東西啊 羅姐 羅姐其實去年有發生一件 很好的事情 不是吧 去年發生什麼好事 不是簽約了一個新的公司 喔 我簽給余美人做我的經紀人 這算是一個好事吧 這是一些很好的事情 對 對你知道 可以打電話叫余美人 欸你去給我幹什麼 幹什麼 其實叫來叫去很爽 我上次也獅子座 但是今年的獅子座 但是今年的獅子座 上半年的獅子座呢 其實等於是說 正面能量重新建立起了 真的呀 對 而且今年的浴室真的很不錯 但是 大概 因為平均下來 大概有四分之三的好運氣 都在獅子座上面 真的呀 四分之三 幾乎通宝欸 對 但是 好羨慕喔 真的 我可告訴你啊 我今年跨年的時候 然後就 因為我去年運氣不好 那在我運氣不好的時候 我就狂叫 我要度假 我要度假 我要奢華再度假 我要怎樣 然後我的弟弟們就聽到了 終於跨年 我在31號的時候 我們就飛到泰國 先去帕塔亞跨年 然後開始 哇好開心 每天Party啊 買東西吃東西 最後一天回來的時候 在機場我就已經發瘋了 在機場我的男朋友 就跟我講 我拉肚子 我拉肚子 我說你昨天吃了六根香蕉 你怎麼會不拉肚子 就一路上陪他去找拉肚子的地方 然後我就很氣 然後上飛機以後 還好有華航 上飛機等一下買一點免稅品回去好了 然後一上去華航的人就對我很好 蘿小姐 我知道你卻沒我們的免稅 我一定會幫你打折 你真好 然後我想說 我皮包要放在上面 我就把皮夾子拿出來 放在我前座的那個裡面 但是問題是 我後來看一看 華航那個裡面 那整本大概都被我買光了 所以我沒有東西可以買了 所以我就沒有買 下飛機的時候 整個錢包 整個錢包 信用卡 什麼有的護身符 阿里不搭的 全都在那裡 那個都是 沒有找回來啊 沒有啊 就沒有 不過他服務人員都 態度親切非常好 可是我要平反一下 因為我也是獅子座的嘛 我去年的年頭 我其實抽了一支錢 我嚇到 裡面就寫說呢 你今年呢 是 就是 虎頭老鼠尾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都是 前面熱熱的 可是後面就無消無息了 所以我去年一整年都是這樣子 就很多 很多的機會 或者是很多的案子 都是 後來就無疾而終 剛剛有講嘛 可是 過了今年 就是包括我發書 其實等了兩年 都無消無息 可是過了年中之後呢 剛才老師有說 不是木星走到獅子座嗎 對 我就突然之間 接到電話叫我 八月幾號 進棚去拍照 又發書了 恭喜恭喜 對 然後就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 漸漸有感覺 我的運氣好像變好了 就到吃甘蔗 然後很多不鳥我的 怎麼現在呢 都漸漸會鳥我 就是會 找我們來上節目啊 找我們很多的案子 一直到現在 我都覺得好像還不錯 我們 我們做的東西就是 被木星打到啊 要幫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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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